我坐在护士站裡面 我就看到圓筆拆膠在橫飞 八婆 你不想理我 我已經拍下你們玩電腦的罪證 Hell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會說其中一個大家都喜歡的系列 就是陪我 翻一日工 其實我是希望這個系列拍不到下去 因為有東西拍就代表歌 有特別的東西發生的一間 而作為一個打工仔 我希望每一間都很平淡 最好整個醫院都沒有病人 大家健健康康 那就不需要入院了 我這個是一個night shift 一回到去 我就看到德國和另一個同事 我就知道糟糕了 有人叫息 不夠人手一定忙 但最重要是什麼 是不可以有斜念 因為吸引力法則這件事 不是開玩笑的 你覺得忙的話 這間一定會忙 這間的開始 就是一個PTSD的病人 就是創傷後遺症的病人 他的創傷從哪裡來 就是他老公過了生 警察叫他認屍的時候 他老公的屍體已經腐化了 他就是因為這件事之後 他不再吃肉 但是那天晚上 有些病人就叫了披薩 披薩上面通常有肉 他看到披薩上面的肉 就開始罵病人 吃肉的人全部都要下地獄 其他病人就覺得被他辣著了 我真的無緣無故 我叫了披薩 都被人罵到鼻肉 然後病人又說髒話 那些情緒就被人影響到 精神狀態又不好 就是因為這件事 病人就開始口角而動模 好了 那這件事之後 病人就出了花園吃煙 因為花園是打通兩個病房 即是我們的病房 然後花園 再加隔壁的病房 他吃完煙之後 他回來就說 我救了隔壁病房的一個病人 我好奇就問他 你可不可以詳細說一下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有個病人躺下了 他學過急救 所以他就幫病人做CPR 即是心肺復甦法 然後病人就醒了 我聽完之後 我就叫隔壁病房 問有沒有事 需要不需要幫忙 隔壁病房的姑娘就解釋 我沒事 病人只是很累 睡在地上休息 你們的病人就走過來 想跟他做CPR 但其實他走過來的時候 病人已經自己起身了 理解完之後 我就說好 我就開始派藥了 我們病房的病人就問 我剛才救了病人 他現在沒事 我跟他解釋 其實病人是沒事的 我們也不需要叫醫生 病人純粹很累 所以躺下了 病人就很生氣 他就說 因為我已經救了他 所以就沒事了 你們護士沒有做好自己的職責 一句多謝都沒有 有沒有搞錯 有些人會覺得 那你就隨便多謝他 敷衍他就算了 但其實你多謝他 或者你稱讚他 在心理學上是一種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其實只是會鼓勵他 繼續去做這件事 我們的職責 是要等他可以分清楚 現實 和他的grandious solution 所以我就要跟他解釋 你不是救了一個人 只是那個人很累 躺下了 而他自己起身 之後就有病人說 睡不到覺 問可不可以給他一些清潔用品 因為他覺得病房很髒 他想負責清潔病房 我就跟他解釋 其實你是一個病人 你不是一個清潔工人 你進來這裡 應該好好休息去養病 清潔的東西 就留在明天清潔工作 但他就堅持 就叫我給一些地拖 掃把 給他一桶水 給他一些清潔劑 我就說 這些東西我不可以給你的 因為如果一個病人有自殺傾向 他可能會喝清潔劑 又或者那些棍子 他可以用來打人 或者傷害自己 我就說這些東西危險 我不能給你 但是我可以給你幾張濕紙巾 你可以輕輕擦桌子擦沙發 不要做這麼粗重的事情 他就OK 沒問題 他拿了幾張濕紙巾擦桌子擦桌子擦桌子 過了五分鐘之後 他就回來護士站哭著說 我潔癖 為什麼你們要逼我做清潔 我是一個病人 你們是不是瘋狂的 這樣 另外 就有一個 attention seeking的病人 他就很想跟護士聊天 其實我已經跟他聊了一個小時 我就跟他解釋說 我有其他事情做 你都需要休息 因為好東西 我就入了護士站打文件 因為很多文件都不再用紙筆記錄 全部變成用電腦記錄 就要寫下病人 食藥吃成怎樣 有沒有睡覺 然後有哪些人頭痛 或者身體哪裏不舒服 癢 或者傷口埋成怎樣 我都要記錄下 然後他就不聽 他不相信 他就開始擦桌子 我是回幾間醫院 幸好我這間醫院 護士站有一層玻璃 所以其實他擦東西是沒有擦到我的 他看到有什麼 就開始拿來擦 桌上有些鉛筆拆膠 我坐在護士站裡面 我就看到一些鉛筆拆膠在橫飛 擦完鉛筆拆膠這些東西 他就開始想拔牆上面的酒精搓手液 如果你有讀Physics的話 你應該知道什麼是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因為牆上面的酒精搓手液 是傷死了 所以其實他是拔不掉 拔不掉 其實他就會滑手 他就會跌落地 那時候他剛好失平衡跌落地 那時候我就馬上跑出去扶起他 要看看他有沒有撞到頭 要不需要照路 有沒有流血 有沒有魚 另外我們也叫了security 因為我兩個護士真的搞不定 最後他是沒事的 他很快就站起來 他也想拿椅子 把護士站撞到 那這一刻 保安就衝進來 就停止了他 這件事是完全沒有人受傷的 然後他就說要投訴我們 叫我給他一份投訴信 我給他一份文件 但那份文件就寫著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向護士求助 他就拿著一份文件指著這句 就叫我坐在他旁邊 教他寫投訴信 那我當時就心想 你想我 教你怎樣寫投訴信去投訴我 那陪了他寫一陣子之後 其實我已經夠時間要巡訪 還有有病人頭痛 想要食指痛藥 我就要開始派藥了 那我就跟他解釋 我要做其他事了 所以我不可以再跟你寫投訴信 然後他就開始罵了 八婆 你不想理我 我已經拍下你們玩電腦的罪證了 那聽到這一句 另一個護士就說 醫院是不可以拍照的 你是不是說你剛才拍了照 我現在要沒收你的電話 那病人就很激動 他就說 收皮吧 你心虛而已 我不理 明早你要告訴護士 我有話跟他說 他明天上班第一件事 就要聽我說今晚發生了什麼事 才可以交加聽你們的版本 不然就不公平 因為他先聽了你們的版本 那我就跟他解釋 那護士呢 其實一回來第一件事就要交加 因為病房不是只有你一個病人 那其他病人都可能有些頭痛 有些傷口 或者有些睡不著 或者有些情緒不穩定的情況 我們都要跟護士 即是早間的護士交代 那我很難確保他一回來 是立即找你聊天 而不是跟我們交加 我可以跟他說 你有事情需要跟他聊 但是我不可以確保他立即找你 然後他就說 我不理 總之如果護士一回來 不是找我的話 我就把這件事加在透露信上 到交間的時候 跟我一起回晚上的護士 他就說他之前試過 有stress induced palsy 就是放了工之後 因為壓力太大 所以半邊臉是坦了 之後他就claim了工箱 三個月之後他才回復正常 他就說因為這個病人 已經對他有偏見 其實是不會接受他 任何的 nursing care 另外這個病人 其實他情緒已經有變 還有他精神狀況現在不太好 所以其實他是不適合 留在一個復康病房 應該調去一個急症的病房 那護士還說 因為今晚 即是他今早下班 他今晚也會再回來 night shift 他上班前 他會打來問病人 還在這個病房 如果病人還在的話 你們要安排我去另一個病房上班 否則我就會call sick 我一會聽完很震驚 因為在香港這件事 是一定不會發生的 人們會覺得 你上班無法處理 是你的問題 是你廢 但這裡 他們是會保障同事的安全 即是如果同事覺得 我在這裡上班 病人針對著我的話 對我的人生是有危險的話 他是可以決定 那我不上班了 因為我覺得自己有危險 其實我就已經做不到事情了 這個大概是一晚病房發生的事情 好 多謝你們看到最後 喜歡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